这一期为主线 外人类的个人推荐的 好用的好玩的 这期是3000到3500的个人推荐款型 2002年百里金发布了M620城市系列的第一弹 城市系列之柏林 2006年M620以广场系列的大广场落幕 历史5年共计发行了12款 M620是近年来认可度极高的换可系列 每一款均有独特的合正说明书 笔身颜色亦采用截然不同的颜色 搭配600尺寸的18Z双鸟兰花尖 敢趁手煎好用可有趣 个人在早期节目就挖了个坑说做柏林 在第46期挖了个坑说做M620的大广场 现在就一起填坑了 M620系列全长133毫米 重量偏轻 整比的重量仅为18克左右 一杆直径12.4毫米 相比于M400略有偏小的尺寸 M600尺寸式 是以于大多数人握持和长时间书写的第一款 德国作为百利金的老家 第一款M620以柏林为主题也在意料之中 黑色及绿色的搭配 只有个人的色彩印象还挺符合柏林的 说到柏林的气质 可能个人会联想到几个关键词 比如说柏林墙 森林 触觉体验上的病冷 国际化但是克制了大多数 最后是有一点土味的 德国人的穿着以及德语的发音 加上中文对于柏林这两个字信雅达的翻译 多种颜色的绿色与黑色的搭配 其实挺契合柏林的特点的 620在最外层有单独的纸盒 贴有标签及粗细信息 柏林的包装为绿色 纯粹且高薄合度的绿色 这边有缝线搭配的装饰 有一点仿皮的手感 盒内包含有柏林这一款的说明书 620系列为百利金的Special Edition 类似于现在的年度特别款 其实同样是换壳 620的换壳除了包装的改变 说明书的改变外 配色风格及纹粒的大胆尝试 这才是620成功的关键 包装盒内的绒层固定且保护钢笔 绒层的数学体验非常棒 同时不同款的620的绒层颜色 也存在小的区别 620系列的天官文印刷顶 早期文印刷顶双小鸟 后期文印刷顶的单小鸟 在笔夹也为百利金传统的 提呼嘴的笔夹 镀金材质如果保存得当的话 不太容易脱渡 笔毛环处是这支柏林的亮点所在 外层为镀金的笔毛环 内层为绿色树枝 半透明的绿色与金色搭配相得益彰 构建出清凉与精致的视觉享受 笔杆部分也采用树枝套筒 内侧有透明的细膜机构 套筒是通过车靴工艺生产的 单只笔所需要的工时及成本其实并不低 由于620系列没有灌木装 得依靠透过树枝材料 直接看剩余的墨水量 比如说柏林上海的Vonna广场 都是透明度比较高的 可以直接看到残余的墨水量 而大广场皮卡迪利广场 斯特哥尔摩这些透明度烧地 需要透过光残量看到残留的墨水量 620城市系列除了纽约 在比沃及比尾军围黑色树枝 而后期的鞋合广场及大广场 则采用了与树枝花纹同颜色的比沃及尾巴 大广场全名Grand Palace Brazil 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市中心 大广场始建于公元12到13世纪 是保存至今的世界性地标性建筑 大广场周边 被中世纪哥特式风格的建筑 以及文艺夫妻时期巴洛克式建筑所包围 大广场在历史的岁月长河中 此地如同剧院的舞台 在文化、商业、政治、宗教的领域 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自广场上经历的十余个甲子的岁月中 见证了人类史的动荡与繁荣 风云人物再次增长 从路易十四时代的绝对君主制 至民主国家的繁荣 共产主义在这里发展 时至近代 见证了一战二战的动荡 欧盟的诞生 大广场除了服务上层建筑 此外大广场还有属于 熟名狂欢的大广场的鲜花地坦节 民宿游行节等 大广场的历史成就符合其作为620大洲产品的定位 大广场的包装风格与柏林不大一样 外表采用了整块类皮面 盒子为淡蓝色 在边角没有了缝线的装饰 盒子也从原来的方角转为了圆角 大广场除了与柏林的颜色不同外 大广场的头尾均采用了笔杆相同的颜色 大广场的色彩是咖啡色 蓝色、白色及棕色的混合颜色 有一种蓝色摩卡混入炼入 这一时刻液体流动的视觉体验 给人温暖且甜蜜的心理感觉 大广场的整笔包括螺纹均纬棕色材料 套筒部分为车销 而笔杆及尾巴为柱塑工艺 有数字材料的流动感 与笔杆的颜色相互印 不过大广场的材料存在材料的瑕疵 不论是在M620上还是M800的大广场上 在笔杆套床的尾部 比较容易产生小裂缝这一通病 分布在620笔杆上的金环 刚好点缀了620的整笔 也是百里金新的帝王系列 最现代的设计之一 620的尖是个人最喜欢的百里金尖之一 百里金M620采用了600尺寸的 中型双鸟兰花尖 笔尖为BOK代工 600尺寸的尖虽然与400尺寸的尖 采用相同的螺纹 但是600尺寸的尖稍长 不是一用在400尺寸的笔杆上 而600尺寸的笔握 则会稍长于M400 所以大部分人的握持体验会更好 620的活塞也是采用了数字活塞 降低了整笔的重量 控制书写的重心 完全定义为可以日常使用的笔 轻巧但是只算适中了620 握持的时候笔杆立矩不会很明显 长时间书写的话体验也良好 加上笔件恰到好处的软硬体验 它存在一点硬度 书写说话适合快速书写 而如果书写的时候发一点力 也能有一些弹心的体验 同时620有较为控制的触摸量 非常适合日常使用 汉字的表现力与英文及数字的表现力都很好 个人最爱的一支是以前第二期中 芝加哥的那一根肩 从朋友PY买来的 后来又PY回去了 通过钢笔结识 消心的朋友也是玩笔的乐趣所在 一手一尾的620 见证了15年前钢笔产业愚存的辉煌 百里金的M620是个人最喜欢的笔之一 优秀的书写体验 良好的握持体验 以及认证的幻壳 是个人心中的满分之作 通过握在手上的精彩 感受世界城市以及广场的魅力 置顾于身形 虽不能置 然心一向往之 好 这期的节目就在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